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鳳梨苏达人 甜点师傅杜佳颖 佳颖 欢迎你来 大家好 我是佳颖 佳颖 你本来是 之前有一段时间是胖嘟嘟的 你自己形容 我最胖是80公斤 最胖80公斤 多久之前的事情 差不多10年前 10年前80公斤 多久之后瘦了呢 我花了三年的时间瘦身 然后8年的时间维持 现在一直在维持 所以你现在可以透露几公斤 48公斤 现在48公斤 等于是你瘦了32公斤 你瘦了32公斤 不得了 瘦了32公斤 杨医师你自己本身 你自己形容说你以前也是胖嘟嘟 对 我以前也是差不多跟他一样10年前 时间也很巧合 刚好是他体重加上30 他以前从80 他是从80剪下来 我是从110剪下来 你原本是110公斤 对 110 然后剪到78 剪到78 所以刚好跟他是30公斤 他也剪30 我也剪30 也是10年前 真的喔 所以我眼前这两位是都瘦了30公斤 真的 真的 好 我们先来看照片喔 我们先来看这个佳颖的照片 我们来看看减重前的杜佳颖 就是我这一张 对不对 你说你那个瘦有80公斤 对 然后你瘦了30几公斤 现在48公斤 其实不好意思 看起来真的有点判弱两人 对 你自己觉得呢 很多人都不认识我了 我以前的同学 看到我到底是谁 真的是杜佳颖 真的是你 对 你这个时候 也就是最近拍的吧 对 对 48公斤 我可不可以请你站起来 好啊 168公分 然后现在48公斤 我跟你一样重欸 不录了 我才106 好 你甩肉32公斤 两位那个时候 就是在你们自己形容 胖嘟嘟的那段时间 是花了多久的时间才觉悟的 譬如说两年三年 觉得不能够再胖下去才开始觉悟的 我是大概胖了一年多 一年多 一年多快两年 那为什么会觉悟 最主要原因是 我去做健康检查 那时候不是我去做 是我带我爸爸去做 带我父亲 因为父亲年纪大了 想帮他做个健康检查 然后我就陪着他去 陪他去 刚好我也有空 我想说 闲着也是无聊 就跟着他一起做 等到做完健康报告出来的时候 那个医师竟然念错人了 念错人 什么意思 就是把我爸的健康报告 以为是我的 我都以为是我爸爸 为什么 因为我爸的 他以为是老年人 应该红字比较多 所以他就会叫错了 变成是我的红字比较多 那时候就很大的打击 那时候你第一次就要减肥 那时候我就觉得我非减不可了 非减不可 因为健康都亮红灯了 那佳颖呢 你是后来 我是从小都胖 胖到18岁 那时候上去体重机的时候 看到80公斤 自己也吓一跳 对 然后那时候就是想要谈恋爱 就觉得说这样子 要交男朋友 对 就是下定决心要减肥 所以这个算是 导火线 应该可以这样讲吧 导火线 导火线觉得说我该瘦了 好 那那个时候呢 我不晓得说 你们两位到底尝试过 哪一些减肥法 这个是佳颖的 对不对 对 然后有九种减肥法 你都尝试过 断食法是什么 断食法就是 我有试过只喝待餐 就三餐只喝一包待餐 对 然后喝下去以后 就是都不吃东西 然后三餐都这样子 要维持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很顺利 瘦了五公斤 可是非常痛苦就是 一个礼拜结束之后 马上去吃麦当劳 两天又把五公斤胖回来 就是第二个礼拜 反正就想说 就痛苦那一个礼拜 可是很快就胖回来 没有嘛 对 没有用 但是断食法是真的不可行 对 因为热量太低了 其实热量太低了 不符合人体的需求 第一个就是 你的大脑没办法满足 长期累积之下 就会造成它这样反弹 以前其实我也试过 就热量很低 你也试过断食法 也是在学生时候 学生时候也试过 但是受不了 也是受不了 那我奉献 大部分的断食法 除非你只做一两天 还OK 但是绝对不要超过一个礼拜 这个对身体不单是不是很伤 很伤就是 就会影响你的日常生活 尤其是情绪 就是你会想要吃东西 欲望很强烈 或者是你会忧郁 情绪就很不愉快 就是得不到满足 断食法不可行 什么是巫婆汤啊 巫婆汤减肥吧 是什么东西 之前就是有艺人说 他们有煮一锅蔬菜汤 那里面就很多十几种蔬菜 那就是三餐只喝蔬菜 蔬菜汤 然后吃里面的料 三餐只喝蔬菜汤 你一天三餐都吃这个东西 那我也是那时候也是 我也是吃了一个礼拜 是有瘦 因为你吃大量的蔬菜 然后肠胃有蠕动 可是你吃久 会对那个味道会很害怕 会想要吐 会有点反胃 对 那你结束之后 还是一样去大吃大喝 又胖回来 OK 所以巫婆汤也是没什么效的 蒸酒跟减肥药呢 你那时候也试过 那时候是去买耳蒸 然后它是会帮你抑制食欲 那还是要依照医师指示说 要吃蛋白 蔬菜 淀粉不能吃 对 可是我发现说 你没有再去买那个蒸 然后你在正常饮食之后 还是会负胖 还是又负胖 对 杨医师你自己有针灸过吗 我没有 我是没有 但是我看过别人针灸过 就是有针灸 觉得他觉得好像有效 实陈灸 实陈灸 其实它有 我这样讲好了 我其实不是很了解 针灸的所谓作用原理 但是我觉得它有一半是有心理治疗的作用 就是有一半是说 是去告诉你在减肥 实际上它成功是因为这个饮食控制得已 如果是只有针灸没有饮食的话 那我相信百个应该只有很少人会成功的 可是他针灸的意思是说我们抑制食欲 我们就可以吃的少一点 是 它有这种味道在 有这种味道在好像是说提醒你你在减肥 所以你应该要用自己的意志力稍微少吃一点 所以医生你的意思是讲说针灸减肥法 这个东西其实它不能够长久 对不对 它只是短暂 应该是说针灸减肥法有效是因为饮食控制的 有关系才有效 反过来说如果你不做针灸减肥 你只做饮食也是一样有效 就是说你辟除掉就是针灸的影响 只有饮食 比如说低热量高蛋白 那一样还是会瘦 只是针灸的加注意你的身上 只是告诉你说你在减肥 然后有一个医师在监督你 每一次要看它一下 有这种心理的指导作用 心理成分占多数 我们回到这个不OK的减肥法 还包含其中我比较好奇的 什么叫做缠手指减肥法 讲你这是什么 同学大大流行 那本来的减肥法 他说你缠一缠之后 你就不会那么想要吃东西 可是我觉得 请问缠哪一只手指 全部手指都缠啊 有这个科学依据吗 也就是我刚刚讲的 也是一种心理的提示作用 就是告诉你我现在在减肥 每次吃东西你要拿筷子 就看到我在减肥 只是提示而已 心理上提示作用而已 还有这种减肥法 实际上它没有任何的化学变化 或物理变化之类 不会说你缠了手指以后 然后身体就起了任何的变化 不会 但重点也就是说 这个几种减肥法都是无效的 那么其中 嘉宁有提到说 吃蛋糕会瘦 这是你提倡的对不对 对 什么意思 我曾经因为减肥 我完全不吃淀粉 不吃蛋糕 所以我所有我爱吃的东西都不吃 然后之后我就得了忧郁症 然后得暴食症 你真的就是像医师讲的 对 过度的结实之后得了暴食症 暴食之后又会忧郁 然后会 大哭啊 会这样的情形 有两年的时间这样 真的啊 然后后来你就开始尝试了 我就会自己研究一些低卡的点心 然后让自己在减肥的过程中 也可以吃一点蛋糕 然后让自己心情愉快 就有减肥的动力 但是我好奇 你说狂吃甜点不会胖 对 真的吗 有可能吗 应该不是狂吃 主持人应该形容的有点困难 应该是有计算热量 对 算热量 有计算过热量 有控制这个热量的 可以接受的范围这样 我很想看看 杜嘉莹你吃什么样的甜点 不会胖 我们可不可以来看一下 可以啊 我很少听到说吃甜点不会胖 但是因为嘉莹你自己本身是甜点师傅 所以这一桌子的甜点都是你自己做的 对 你可以帮我介绍吗 比较靠近的那个是水果冻 水果冻 水果冻 然后这是全麦蛋糕 然后这是豆腐蛋糕 豆腐蛋糕 然后这是地瓜冰淇淋 这是冰淇淋 对 这里面是冰淇淋 它是地瓜 那你拿去冷冻酷冰之后 它就会有冰淇淋的绵密口感 对 所以这些你有算过吗